咦?奇怪了,小的就是请那位周小姐在这里等啊 家丁大闷地摸了摸脑勺,看看纪兴璇,怕他责备就到 小姐,大概是这人等不及走了 纪兴璇看看空荡荡的客厅,同样疑惑来人是谁 太史书院姓周的小姐有几位,和她有交情的有两位 一个是刑部侍郎的千金,一个是与邻军大将的青妹,不知是哪一个 那位小姐长得什么样子? 长得...长得... 哦,长得像公子哥 公子哥? 嗯,是,打扮得像个公子哥,但是个小姐,小得差点认错人了 听这描述,纪兴璇的脑子里猛地蹦出个人来,沉深地问道 他是不是左手上缠着纱布,个头要比我高一些 这,缠没缠纱布,小得没留意,但是个子嘛,是同小的差不多 纪兴璇猜猜到了来人是虞书,眼中一立,稍一作响,便知道他的来意,脸色顿时一变,转身就往外走,一边大声地喊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纪兴璇察觉到来人是虞书,带着下人赶到后院柴房的时候,虞书已经将翠姨娘救了出去 丢在地上的斧头和翘坏的门锁,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等到他们追至后门,已是不见了虞书他们的人影 纵使纪兴璇也没有料到,就在他祖父死后的第二天,虞书会这么明目张胆地找上门来 派了几个家丁出门去碾人 纪兴璇沉着脸往灵堂走 半路上就和闻风赶过来的纪孝谷打了个照面 兴璇,是怎么回事儿?我听说有闲杂人员混进府里来了 哼,不是什么闲杂人,是那虞书救母来了 什么?是他闯进来了,人呐 救了那位姨娘,跑掉了 纪兴璇异常平静 纪孝谷的脸上一黑,稍作迟疑,便转头对着跟上来的管事道 去报官,就说有人私闯宅院,卤了家人 咱说,还是不要这样为好 纪兴璇叫住了那名管事,扭过头正色地对纪孝谷说 家里刚出了这样的大事,祖父尸骨未寒 再因为这种丑事闹到官府去,不是丢人现眼吗? 那也不能就这么放过了他们 不放过,又能如何? 三叔难道不知,那虞书前有薛家大公子为他出头 如今又多了道子这一块盾牌 他凭着这些有恃无恐,才敢闯到家里来 即便我们抓到了他,又能奈何他 你别忘了,祖父已故 这又叛復是名存实亡 在京城这块地上,离权没事,腰都直不起来 说不放过别人,还要先看看人家放不放得过我们 听完纪兴璇的这番大实话 纪孝谷的脸色变了又变 的确,纪家这么一大家子人 全靠着上头一位老人支撑 如今纪怀山死了 他们要在京城站稳脚都难 更别说是去为难别人 想明白了这一点,纪孝谷尽管心有不甘 也知道目前不易多事 只好压下愤怒,白手让管事的走开了 纪兴璇看看他劝道 三叔,大可不必恼火 虞叔的生母说到底只是咱们家一个奴婢 身器都在你这里 就算是人跑到天边去,这一点也不可能更改 他生得是咱们纪家的人 死也得是咱们纪家的鬼 纪孝谷的脸色这才好看一些 他叹了口气,整理好情绪 方有些羞愧地对纪兴璇说 啊,还是你考虑得周到 我这么一把年纪都沉不住气 差点就糊涂了 三叔 我先回灵堂去了 好 纪孝谷看着纪兴璇离开的背影 神情有些复杂 他是察觉到 打从昨晚回府 他这乖巧懂事的侄女 似乎是有哪里变了 就不知道 这到底是好事 还是坏事 虞叔和香岁两个人 一人一边架着翠姨娘 从后门跑出了祭府 顺着小路往南走 穿过了两条街 在一家驿站门前 租了一辆马车 扶着翠姨娘坐上去 吩咐车夫往城东走 翠姨娘半死不活地 靠在香岁的身上 一边捶腿 一边喘气的 快瞧 瞧瞧又没有人追过来 虞叔摸了摸又开始 发疼的小指说 放心 没有人追过来 他算算时间 季兴玄这会儿 差不多是知道他来过了 如果说季兴玄 还没有被仇恨冲滚头 照他的聪明 既然让他们跑掉了 就一定不会多此一举地 派人来追他们 季怀山已死 树倒胡孙赛 就凭着季家现有的几个人 实在是不能拿他怎么样 何况还有那么一个烂摊子 等着收拾 哪有精力来对付他 虞叔就是摸准这一点 才敢这么贸然的 就把翠姨娘带走 换成是季家垮掉以前 他想都没有想过 能这么容易 把翠姨娘给弄出来 哥 姑娘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香遂窃窃窃地询问虞叔 他把过去十多年的勇气 都用在了今天 就这么跟着虞叔跑了出来 做了一个逃奴 先到城东找一家客栈住下 等我这两天 给你们寻个落脚的地方 再让你们安身 虞叔没有打算将翠姨娘 带回赵慧的家中 一来是赵慧怀着身孕 他不想把翠姨娘 这没精没两的妇人 放在他身边 二来是防着 万一记家 真不识相地找上门来 要和他死磕 马车走远 翠姨娘知道是安全了 便又抹起眼泪 骂着虞叔道 都怪你这死丫头 干什么造孽 连累得我落了个这般下场 我是得罪了哪一路神仙呢 剩下你这么个混账东西 专门来克我 虞叔最烦见人哭 刚才从记家逃跑的时候忍了 这会儿他正手指疼 听着翠姨娘叽叽歪歪 便把脸一拉冷声道 你若再哭 我就把你送回去 反正我和记家断绝了关系 娘 您还是那家的人不是吗 翠姨娘前些日子 同虞叔接触 也发现这闺女脾气大了 何况本来就不轻 深怕她真把自己撇下 当即就抿住了嘴 把哭声咽了回去 虞叔满意地看了看她 心道 嗯 这回让她吃苦也是件好事 起码是教会这妇人 什么叫做实相了 马车将她们拉到了城东 虞叔路上就叫了停 下车又扶着翠姨娘 走了一段路 找到了一家地处偏僻的客栈 找了一间最好的客房 安顿下翠姨娘和香碎 你们先在这住下吧 我让小二送热水和饭菜上来 虞叔交代了一声就要出去 翠姨娘一看到她要走 生怕她一去不回 急忙叫住她 你上哪去 虞叔扭过头 看了看她的神情 便猜到了她的心思 扯嘴笑了笑道 啊 我到外边买些东西 一会儿就回来 翠姨娘善善道 那你快快去换回 嗯 虞叔下楼去叫了小二 就在附近的街上兜了一圈 买了买该用的东西 顺便打听附近 有没有租卖的民居 半个时辰后回到了客栈 房门从里边关着 她敲了敲门 香碎问了两遍是谁 才谨慎地给她开了门 显然是害怕 技家有人追过来 我娘呢 虞叔没有在外间 看见翠姨娘 香碎指了指 李坚小声说 姨娘吃了东西 就去睡了 虞叔点了点头 将手里的大包小包 放在桌上 挑出来跌打的商药 进到里边 翠姨娘面朝着李 侧卧在床上 还打着呼噜 她昨天到现在 都没有睡好觉 精神一放松 又填饱了肚子 就昏天黑地地 睡了过去 虞叔坐在床尾 把被子掀开一脚 捋起了 翠姨娘的裤腿 看看她脚踝扭伤的情况 将药酒倒出来 避开了小指 再掌心搓热 才按在她脚上揉动 翠姨娘在梦中 哼哼了几声 却没有醒 下意识地想把脚缩回去 但被虞叔牢牢地按住 她扭了几次 变老实了 香岁在一旁 看着虞叔的动作 脸上难免有些感动 心想 姨娘总带姑娘不好 姑娘却还这么孝顺她 好不容易等她上好了药 虞叔嘘出了一口气 拿着袖子 蹭了蹭额头的汗 给翠姨娘拉好被子 站起身 领着香碎到外头 嘱咐道 我买了换洗的衣服 晚上你给我娘洗一洗 身上换上啊 孙儿 你看好我娘 不要出这屋子 饿了就喊小二 送上吃的来 明天我再过来 说着 拍了拍这小丫鬟的肩膀 虞叔便离开了 虞叔早上出门 快到黄昆才回来 走到家门口 看见停靠在路边 那辆外观华美的马车 顿了顿脚步 这才想起来 薛瑞昨天晚上提到 景晨后来去过望鸡楼 说是今天会再来找他 犹豫了片刻 虞叔抬脚走进大门 一眼就看见门神一样 守在前院客厅门外的 两个侍卫 那两个人同样瞧见他 一个转身 对内说了什么 虞叔又往前走了几步 便见景晨的身影 出现在客厅的门前 落日余晖下 依旧是一身 干干净净的白衣 仙尘不染 人也还是那个人 却让虞叔说不上来 有什么地方 同过去不一样了 因为他此时看到他 心里装的不是喜悦 而是无奈 小鱼 景晨看出虞叔的神色疲倦 一时就忘记了昨日的不快 关心地问道 你上哪儿去了 虞叔没有着急回答他 走上前去 看赵慧和贺方之不在客厅里 才对景晨道 进来说吧 两人在客厅坐下 面对着面 虞叔取了杯子倒茶 喝了一口顺其道 我今天去了祭府 嗯 你去看你娘了 虞叔点了点头 别有深意地看着他 季家的人觉得 是我害死了季怀山 昨日将我娘毒打了一顿 关在柴房里 景晨皱起眉头道 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虞叔自嘲一笑 你帮我什么 你不是也和他们一样 认为那近老头 是我给害死的吗 我何时那么说过 哼 你嘴上不说 你心里不就是那么想的吗 虞叔两眼直直地望着景晨 仿佛要看穿他的心思 开门见山地说白了 如果不是我非要报复他们 让你撒谎陷害他们于牢狱 再揭发他们道题作弊一事 让他们祖孙走投无路 季怀山也不会被逼无奈 咬舌自尽 换句话说 他的死是我一手造成的 是我害了这条性命 你告诉我 你难道没有这样想过吗 虞叔昨日会和景晨 闹得不欢而散 说到底是因为意见不合 还有一时之气 都不是五六岁的孩子 吵架半个嘴就隔席断交 虞叔昨天醉了一场 气都气过了 原本是打算 等将翠姨娘安顿下来 再找机会和景晨谈一谈 既然现在人都来了 断没有不把话说清楚 就让他回去的道理 虞叔的话问得直白 实在是景晨昨日在公堂上 对季心悬说了那一句 对不起 让他耿耿于怀 他本来就是个小心眼 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 景晨如果是什么路人假以兵顶 也就罢了 偏偏是他掏心挖肺 对他好的人 到头来还要因为一个外人的死 来埋怨他的不是 小鱼 我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 景晨这边倒是觉得有些冤枉 为虞叔咄咄逼问 他努力想要将他的意思 表达清楚 我是因为居家老爷的死 心生内疚不错 但我并不觉得是你害死的他 你误会我了 我 我只是在责怪自己 并不是责怪你 听到景晨这样说 虞叔的脸色并没有好转 相反更沉了一些 其实昨天发生的事 已经让他看出来了 恢复记忆的景晨 和施议师的他不一样了 施议的景晨不记得自己是谁 不懂得什么清规戒律 他认得的人里 就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是谁 那时候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人就是他 所以他可以理解他的谎话连篇 可以包容他有益于寻常女子的性情 但是恢复记忆后 景晨便不再是无牵无挂的一个人 除了他以外 对他来说还有其他重要的人 龙虎山那几位 替他逆天改命的道长 宫里头那一位 对他善爱有加的皇上 还有不远千里下山来寻他的小师妹 就是因为这些人 他甚至不能对自己动心 以免得嫉妒心发作 不只是连累他身边的人 也会祸及他身边的人 包括这一次纪环山身死 他究竟为何要内疚 就算景晨不说 虞书这会儿也猜到了 不光是因为说谎 害的那一对祖孙入狱 更重要的是怕那嫉妒心的缘故 那天晚上 纪兴玄到回心街去找人 见到景晨的时候 他身上还没有万寿 纪文那种祥物 而纪兴玄没有黄霜石护身 很可能扫到了台风尾 被纪都星召到 虞书早就知道 景晨是一个十分有责任心的人 不然也不会因为当初在易阳城 察觉到纪都星冲煞了他 就一直暗中保护 几次助他脱险 这一点自始至终没有变 不同的是 失忆时的他 只对他一个人有责任心 可是恢复记忆后 他的责任心反而成了一种负担 就像现在这样 纪淮山的死 在他看来 完全就是咎由自取 怨不得旁人 但是景晨却觉得内疚 哪怕明知道 那祖孙两个对他没有安好心 他是一面觉得他们有错 一面又觉得他们不该死 经过意外 虞书现在可以说是心平气和的 把景晨的想法猜个八九不离十 但他宁愿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就不会为难了 小鱼 景晨见虞书半晌不吭声 以为他还在生气 便有些着急了 又想到昨天他下车离开时 那疏离的态度 还有薛瑞告诉他 他昨日醉酒的事情 当下从椅子上站起来 走到他的面前 低着头道 如果是我昨天说错话 惹你误会 让你不开心 我向你赔不是 你不要生气了 好吗 唉 虞书叹了口气 心情复杂地抬起头 看着他的脸 露出了一丝苦笑 你还真是个呆子 他现在哪里是在生他的气 而是不知道该拿他如何是好 好 感谢观看